中国提供了足够的病毒溯源数据 中国日报网 更新时间 2021年8月7日6点30分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说 中国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使团专家的要求提供了关于COVID-19病毒起源的足够数据 梁说 中国已与专家组共享了早期COVID-19患者的临床数据 流行病学调查信息和实验室检测结果 已进行联合研究和分析 结果随后发表在世卫组织报告中 但梁说 这些数据包含个人信息 允许将此类数据带到其他国家是违反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